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勒庞说 报道称勒庞表示 他并不反对提供防御性武器 但呼吁将关于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问题提上议程 因为这种冲突的后果是未知的 报道还称勒庞提到 如果这场冲突持续下去 可能会永远改变世界的力量平衡 他补充说 这场冲突已经导致欧洲和俄罗斯断绝关系 从这一刻起 我们必须开始为和平奠定基础 勒庞说 因此 总理女士 我郑重地向您发出呼吁 为了让世界听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声音 为了保持希望 为了和平 有必要为冲突各方组织一次大型会议 据此前报道 1月25日早些时候 德国政府发布通报称 德国将向湖方提供14辆鲍2A6主战坦克 同时 德国同意盟友向乌克兰提供德国制造的鲍2坦克 英国首相苏纳克14日宣布 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 波兰 挪威 荷兰 河西班牙等北约国家 近日也确认或表示将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坦克 西方国家的这些表态引发外界对俄乌冲突继续升级的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 北约国家加大队伍军援力度 乌克兰危机将进一步加剧